我們今天這個詩蠻特別 除了經課表落在這個經節之外 我想說十月底我們在這邊有詩歌發表 還有想到說今天13號 有尼巴恩的弟兄姊妹來 所以我想說這個禁令我們一起來研讀 一起來分享 剛才早晨的時候跟我先生講說 今天禮拜完後我要下了去三樓 看看那些上次我們七月份去的尼巴恩教會 結果沒想到今天就有一些弟兄姊妹 來到我們的當中 是吧 有一些原住民的朋友來到我們當中 那我知道我記得我們去的時候 哇他們的聲音好美 特別是那個法部和平在當中 剛才看到他們上來華語堂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開心 讓我們有一些畫面的連結 那我們主題也要拉到這裡 我們常常說音樂 因為是共通世界共通的音樂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樂器 他都會拿出各式各樣各樣的聲音 那除了樂器之外 大自然的聲音 那個叢鷹鳥叫的聲音 叢鷹鳥叫的聲音也同樣都會發出 雖然有一些樂器或是那個萬物 上面所創造的萬物的聲音是單向的 但是當他們集合起來的時候 會發出很美的聲音 雖然是固定的 但是呢 當他們同合在一起的時候 確實也是千變萬畫 然後非常的美妙 非常的協調 那我們也知道什麼 我們也知道音樂怎麼樣 音樂也有治療的苦效 除了藝術治療 特別現在比他們有這十年有那種 音樂技術治療 音樂方面 但是呢 我們別忘記了 在聖經裡面有 那聖經裡面 雖然最近這十多年 才開始慢慢的在台灣 可能在國外也有 但在這十幾年 其實開始慢慢有 音樂技藥這方面 那我們的聖經也有音樂誌 你知道嗎 在夏末我記得史上的事 十六章二十三節那邊 大衛 因為怎麼樣子 心那個掃爐的心凡意亂 所以大衛為他彈琴 所以我們知道說 音樂有這個治療之外 其實我們要很注意 小心什麼樣音樂 進到我們的裡面 裡面有可能會讓我們的心靈 產生什麼樣的回應 什麼樣的效果 這是那個畫 那我喜歡的一個荷蘭畫家 迪布蘭特他也有畫 這個也是大衛為薩羅彈奏的音樂的圖 那麼再說 每一個人在生命當中 我們都會有不同不一樣的故事 那這一些故事 可能都會竄起我們的生命的豐富 無論是我們的生命在各式各樣高高低低的 那每一個高高低低的事件就好像是這一些 因應福 符號 但是怎麼樣子 但是當我們認識主之後 特別是基督徒 特別是第一代 可能是代代基督徒 沒有辦法去理解列祖的信仰 但是特別是第一代基督徒 他們可以感受到說 當他們的生命跟上帝的恩典 在祂的身上撞擊之後 產生那個火花 產生那個石 祂的生命不一樣的那個感覺 就好像是一顆一顆的鷹骨 串起來的時候 可以變成一個很美的音樂 很美的石 那我們今天前面說 那麼前面的這一些 我們談到了這一些 其實我們在看今天的經文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 我們可以先來理解 他們的環境是怎麼樣 他們的環境是外邦人 外邦人受到 他們受到外邦人的欺壓之後 那個產生脫離環境的那一種 向主要歡唱 要歌頌的一個形態 我們請同工 我們有辦法按下一張 他們向脫離外邦欺壓的環境之後 所產生歡唱耶和華的示娃 我們可以從剛才我們一起透過 六章我們一起有聖經的歷書 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麼短的 當然是一到九節 可是他在這麼短的前三章 短短的三節而已 他就有關別有 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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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特別啊 他的右手勝利施行舊恩 耶和華發明他的舊恩 在列邦人一點前顯出功力 然後叮叮叮叮叮 即便以色列所發的慈愛 平信使 地的四集 都要看到我們上帝的舊恩 短短三節 就有三個舊恩出現 特別是我們基督吾掛 這個這個術語 屬靈術語對我們來講 根本就是不陌生 但是呢 我們今天來講說 舊恩 哇 透過這個經節 我們才發現 原來舊恩他原本的意 意思是什麼 他原本是勝利的意 意思是被我們翻譯成是舊恩 這樣子的勝利是不是代表說 原來他們從 孤雲淤淤淤的環境當中 再怎麼樣惡劣的環境 但是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力量 右手其實有代表他的大能 他的力量 在那樣子的困難的環境當中 他們就要施行他的勝利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想到說 有可能我們當中 我的生活環境一團亂 我的工作一團亂 我的學業 我的人際關係 所在像淤泥一般 像 過太順遂的環境 但是基督徒 記得舊恩 原來是上帝的勝利 已經在你看不見的時候 他已經定義要顯現出來 特別是詩編的三十篇 有提到有什麼 如果有經文的話 你的哀哭要變成跳舞 將我拖去麻蟻 我要一心呈現在美你 那我們講到這裡 我們會說 哎呀 那是我表現好 是我好嗎 是我表現好嗎 還是怎麼樣子 不是 是上帝的屬性 因為怎麼樣子 特別在詩篇的四十四篇三節說 因為他們得勝 因為他們得勝 不是靠自己的刀劍得到地圖的 也不是靠自己的綁臂得勝 乃是靠你的右手 你的綁臂和臉上的燈光 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他喜悅 因為他喜悅 並不是我們靠著 靠著你有好行為 好的功德可以 但是上帝喜悅我們 他將那個勝利 將那個救恩放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所以有時候我們當我們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會活出沒有得勝的生活 可是當我們知道 原來上帝的話語是這樣有能力的時候 而且上帝的話語在這個 剛開始的這個以色列民族 這樣子行過這個人類歷史的軌跡 我們才發現說哇 他在那邊醒 在我的生命也要這樣子行出來 我們在今天的早晨 透過這個所謂的這個什麼 向主唱新歌裡面的經驗 我們來去更多的思想 上帝的愛 什麼都是新歌 剛才講的第二節 這邊有提到說 耶和華發明他的舊恩 要對列邦人顯出他的公義 我們知道公義 我們就常常說 哇 主啊 你是憐憫慈愛公義的主 可是我們知道公義 其實跟這一個圖片 好像略為有一點點關係 我們說誰最講 疫情 有時候可能就是說 那社會上朋友講疫情啊 特別是黑道大哥 小弟都知道大哥講疫情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的神講疫情 公義原本的意思 還有疫情 有的版本 我們剛才劉章老師 特別講到說 他念的是和和本 有的版本 他翻出來的是什麼 耶和華使人知道他的勝利 然後怎麼樣子 在烈國人面前 在烈國人面前 顯現出他的意氣 這下次我們就要了解 這個圖片 我覺得這個圖片蠻有趣的 你要知道什麼 你不是一個人在面對環境 你不是一個人在面對你的工作職場 你不是一個人在面對你的難處 你不是一個人在面對你的課業 你的學校生活 你是有一群 像你所猜派的實者 在當中圍繞你 而且這個義氣要付代價 不用付代價 是他為我們付的 黑道大哥你投靠他 有沒有危險 黑道大哥對你講義氣 你也要還他的 但是什麼 但是這一個上帝 他給我們的公義 他給我們的義氣 是這樣子的 白白的恩典 白白的 讓德得到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在紀念他向以色列所發的時來 第五 第四季都要看到我們上帝的救恩 所以在今天我們可以明白說什麼 明白說這樣的新歌 其實是除了義氣之外 是我們要對主唱出 祂的德盛 不是我在我的環境上面盛過了 不是這個意思 是祂的德 祂的勝利在這個環境 祂的勝利在這個當中 在你的難處裡面 在你生命 我們每一個人有生命的難處不一樣 有的人是健康 有的人是情感 有的人是工作 有的人是關係 親子關係 每一個人的難處都不一樣 我們來說說這一個人是誰 這個人可以 這個禮拜我有看見一個新聞 就是說 我們想到緬甸就想到什麼 我們緬甸我們就想到說 他大概就是一個佛教的國家 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 好像也還是 那這禮拜一個新聞 讓我發現到說 緬甸他的基督徒的增長率 好像有比我們想像高中 雖然還是少的 但是他的增長率 他其實似乎有比我們想的越來越近 那這個人呢 葉德遜他就是 他就是當初進到緬甸的一個學院學教室 他是美國人在16歲的時候就用非常好的 那個布朗大大學很好的學校 但是他在25歲的時候就決定去到緬 去到一個什麼 去到一個無教國家 貧窮的國家 還有怎麼樣子 還有是充滿傳染病的地方 那他在那裡就如通早期的宣教室 到上面拆開他們的地方去一樣 他在那裡好不好過 當然是不好過 他得要面對不一樣的 跟原本書式的環環就是截然不同的之外 他還要面對的是什麼 與我們不通 最後是怎麼樣 他面對的是太太生病死掉 連兩任第二任的太太也一樣都生病死掉 然後最後什麼 最後他的所有的小孩子也都一樣 就是上帝留下他的性命在當中 一直到他過世的時候 1850年他過世的時候 他大叔去的時候 一個基督徒都沒了 但是當他過世的時候 除了教堂教會有成立之外 有七千個基督徒信主 甚至是怎麼樣子 甚至緬甸的聖經 就是由他翻譯 為你成的 我們可以說 他就像我們剛才讀到的 在外方人面前顯出你的公義 顯出你的詞案 我們來看說 我們剛才知道說公義上帝 上帝講義義氣 不是只有人 只有兄弟講義義氣 上帝是講義氣的上帝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剛才知道說公義講義 就是義氣的意思 但是怎麼樣子 但是別問了 我們剛才有讀到什麼 後面也有讀到說 你按著公義審判 然後按著公正待人 我們公正我們會想到什麼 我們公正我們會想到 可能大概就是 按著這樣子均等分 其實公正他原本的意思是什麼 他原本是信實慈愛 你說耶德遜他在那個很困苦 很困難的地方 但是怎麼樣子 因為耶和華的信實慈愛 恩賴他 我們可能講到說 哇那個傳道 你比如說那個耶德遜 離我們有一些遠 而且那個跟我們不一樣 但是我記得我的生活當中 有一個姊妹 她有一個很美的信仰就是什麼 她的先生其實蠻苦待她的 沒什麼好誇口的 苦待她不負責任 二十幾年 但是她卻能夠在先生 要先生過世的時候 向主祷告 甚至呢蠻有喜樂 這時候就顯得說 我們基督徒跟別人不一樣 親人要過世 她內裡還蠻有喜樂 我想她在這二十年 她不是用這樣苦獨的生命 充滿她 她一定是經歷到 上帝的公益公正 上帝的信實慈愛 帶她 以至於她可以怎麼樣子 她可以這樣子為她先生來祷告 所以我們提到的是公正 我們華文單純是公正 公正大概除了原本的信實慈愛之外 我們可能會想到的是 哎呀看這個字面上 我們會想到是什麼 有可能它是就是平均均衡的意思 但是公正 我們用這一張圖 就可以顯現出 上面是什麼樣子的 公正的方式 它不是讓你樹上有果子 有分 樹上有果子 沒有辦法栽到它 它是按著什麼 它所應許你的那個慈愛公益 來幫助你 公正不是什麼 公正不是這邊的均等 均等的沒有辦法享受到上帝的恩典 而是用它的慈愛信實 使我們可以去進入到它的恩典當中 我覺得這個圖畫是很有意思的 讓我們很快的就能夠表達表現出來 所以當你知道透過今天早上的 我們這樣子的來去分享的時候 分享這個經營的時候 你面對你的環境 有可能你的環境 我還沒有進來的時候 有可能我的環境是亂的 是不開心的是壓力重重的 但是你知道什麼 你知道上帝是按著那個信實慈愛 來帶你的時候 上帝對你是意義氣的 上帝在環境當中顯出他的勝利的時候 你對你的困境是怎麼樣子的回應 有可能我們只有讀到字句說 哇 主是公義慈愛憐悯 主是施行救恩 可是你不知道那個救恩是怎麼樣 救恩原來就是他的勝利的意思 所以當你知道的時候 你在你的困境裡面埋怨他嗎 你在困境當中說埋怨 滿意有可能使我們的靈性下沉 那你有可能會說 哎呀 那我們傳道王 你這樣子說的話 那我們一遇到環境 馬上就讚美主 我也不入是這個意思 因為在我們人裡面 還是滿有人性的 這樣子會人格分裂 而是說我們在我們的困境當中 我們要知道 有時候那個困境是幫助我們 通往那個祝福的地方 是通往那個去顯現上帝榮耀的地方 甚至有時候 那個困境其實每一個人都會 每一個人的難處是不一樣的 不是他的難處比較少 他的恩典多 沒有 每一個人難處都是一樣 但是決定是在於什麼 在於我的選擇 我們講到說我不是困境 然後我馬上就讚美主 因為我們裡面是 還是滿有人性在裡面 有時候這會讓我們人格分裂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讓那個環境的感覺 在我的生命當中 在我的生活當中 我選擇要讓他停留多久 我選擇讓他時間停留更久一點 我的生命就滿有苦苦毒 滿有灰色 滿有黑暗 我選擇讓他生命在我裡面短一點 我選擇趕快起來回應讚美主的時候 我的生命就不一樣 所以當我們越了解說 或是看他的字句 知道上帝是救恩 上帝是公義 上帝是公正 當你知道上帝的公正 像像我們今天 我也是透過今天的準備 準備我知道說 原來上帝的公正 是這樣子的表達 是一種信實慈愛的公正的時候 就如同馬丁路德講的 當我真認識他的時候 我會想要來敬拜他 當我認識他的時候 我講敬拜他 我們想說 主啊我有向你讀經禱告 我也有默想耶 但是我們可以在今天早上 一起來學習什麼 我們可以來學習要怎麼樣子 歌頌讚美敬拜他 新歌 新歌是什麼 新歌好像感覺就是一個詩歌的發表 不是的 詩歌他意義意思是什麼 上帝的救了上帝的勝利 是不停止的在你我的生命裡面 這個是新歌的意義啊 是上帝的勝利 永不停止在這個世界當中 運行 透過這個 當然也像我們要像小孩子一樣 單單的敬拜 單單的讚美主 同時這個新歌是什麼意思 同時這個新歌讓我們今天早晨 一起再次的學習是 是一個群體的 他是一個看重群體的敬拜 我們可以從怎麼說 我們可以從第四節當中到第九節 我們會發現他從你們要敬拜 變成是全力都要向主敬拜 我們可以說每一個人是主角 每一個人把那個敬拜 把那個讚美的責任放在神下 我們可以說敬拜是各個人 但是怎麼樣子 但是主看重的是什麼 看重的是一起的群體的 在永恆的國度裡面 在啟示在永恆的國度裡面 我們會發現是一同歌頌讚美 所以當你覺得你現在OK的時候 你要去提醒 要去協助你周圍的人 小組一起 我盼望以後我們小組可以變成 真的是在周間有聯繫的小組 如果你是周間有聯繫的小組的時候 你不是只有或者是會後小組 我們不是只有吐吐苦 苦水或者是說說拔鬼 群體像主唱新歌 是一個在群體裡面互相幫補 互相協助 當你不行的時候 你覺得你孤獨的時候 你透過你的群體得到餵養 得到幫助 得到力量 同時 當你有力量的時候 你也在小組裡面 去分 分享 敬拜 不是只有剛才我們這樣敬拜 你的生活當中就要活出一種敬拜 讚美的生活 所以我們說向主唱新歌是什麼 向主唱新歌是一個群體 互相的 在主裡面的歌聲 在主裡面的互相提醒幫助 不是你一個人覺得你夠了 你凌晨很好 不是這樣子 也不是你一個人孤單的去面對 你所不能夠勝過的困難 向主唱新歌也是什麼 向主唱新歌也是什麼 向主唱新歌也是一個 心紅合一的敬拜 特別是我們都很清楚的知道說 哇 神是個領 我們要用心靈誠實敬拜 然後在約翰佛儀的四章 二人恩師傑有提到說 神是個領 我們要用心靈誠實敬拜 我們在今天的早晨 我們再一次的來到主面前 向主歡歡唱 向主歌頌 當你知道我們剛才講的 上帝的屬性不是我們表現得很好 祂使我們得得勝 不是這樣子 也不是我們靠著自己得勝 而是上帝在我們生命當中 在環境當中顯出祂的公益 顯出祂的信實 慈愛是何等的大力 我們可以說 常常我們用詩歌 新的詩歌 可是我們今天早晨 我們透過等一下我們一起來敬拜的這首歌 雖然是舊 但是舊即是新 心即是舊 我們在這一首詩歌當中 我們再一次的去思想上帝的慈愛信實 好 上帝透過各式各樣的環境 去寫明祂的手沒有離開過我們 祂的手永遠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也透過這個詩歌 來一起來跟主回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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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